吉 十五點 四十五分 五 黑 五 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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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旅遊旺季的到來 不少人都會安排出國旅行 而旅客最害怕的就是遇到爬手 也來湊了鬧 比較怕東西被偷吧 怕錢被偷 錢可能就會分裝 或者是說帶一個比較貼身的醫藥包這樣 我有買一個就是 它在包包這個位置 有一個密碼鎖的這種包包 除了基本的防盜方法 還有像是在拉鍊中間別上別針 阻止包包一拉就打開 或是利用防盜繩把隨身物品串聯起來 就能增加爬手犯案的困難度 即將出發旅遊的你 是不是也準備好防盜措施了呢 其實在歐洲的地方是相對 來的比較危險的 像在地鐵站 地鐵站的時候大家會告訴你 包包要背在前面 因為其實你包包背後面的時候 常常你可能就是拉鍊就被開 因為其實他們手法都很純熟 而且他們現在常常都是一個集團 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出去 然後我要去行走 或去逛街的時候 我就會稍微用個回文針 把它這樣 整個拉鍊把它綁起來 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今天有人要偷你的東西 然後拉開拉鍊的時候 其實它就沒那麼容易拉開 我自己會把錢的部分 分了很多袋像這樣子 然後可能分在行李箱 後背包 登機箱 然後身上的零錢 就會放很多地方 我覺得幾乎每一個口袋 太多會放零錢 這樣的用處是為了什麼 就是讓你在付錢的時候 不要掏出錢包這件事情 方知有新人士伸出第三隻手 業者也退出防盜相關用品 最基本的隨身包包 是否可以防割就相當重要 我們常去歐洲旅行 然後你在歐洲旅行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一種情況是 你走一走 然後忽然有當地的一些歹徒啊 或是小偷他就鎖定你 他才直接防割 然後拿那個包 然後實際鎖是鎖不破的 這扣子很特別的地方是 一般人直覺對扣子都是上下拉 然後或是按壓式的拉 那他這個扣子是左右的 大部分的歹徒 他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反映這件事 他在這裡也有設計用一個小小的 迪士尼的背帶可以扣在你的桌角 然後有時候去國外餐廳吃飯包包就放旁邊 那放旁邊可能一不留著 你包包就不見了 而現在的手機具有NFC功能 原本是方便信用卡交通卡電子支付 卻也成為扒手犯案的工具 像我平常我出門帶這種錢包嘛 那如果把信用卡放在裡面 歹徒已經鎖定好OK 就是要鎖定你這個信用卡 他只要打開這個APP 直接感應卡號也被靠抓出來 所以這其實大家要有一些警覺性 防止信用卡號被側錄 其中一個簡單的方法是運用烤肉的錫箔紙 將卡片包起來就可以有效阻擋 除了比較陽圈的做法 也可以選擇附有RFID屏蔽布料的包包 NFC的技術普遍之後就有另外一種對應的包包 叫RFID的材質 像這個RFID它的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信用卡如果發現裡面 要刷的時候它會發現感應不到 在國外他們其實很普遍旅遊的防盜 或是被搶那些犯罪事情 他們也非常的有警惕 出門在外怕被偷竊 而在旅館內擔心被闖空門 也有專門防止竊賊進來的門檔 只要門被推開 就會發生巨響嚇阻小偷闖進來 隨著犯案手法越來越高明 防盜產品最多扮演輔助的角色 旅遊時還是必須時時刻刻提高警覺 吃飯還有你在車站等車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明顯就是你在 每個列車到站之後 它即將關門的前一刻 因為你可以想像就是 比如說我們台北捷運每站到的時候 要關門的時候它都會有警示聲 然後它就會趁這個 快關門的前一刻 立刻把你們包包搶走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快樂的出遊 不想因為東西被偷而懷了興致 那就在旅行前多花一些時間 做訪道準備吧 好 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